这个星期大多数的中小学都已经开学了 汐止长安国小校方重新改装了图书馆 并且以大海为主题 完成了新的布置 让同学们有更好的阅读环境 给了全校小朋友们一个开学大礼 在同学们最精彩的表演结束后 长安国小的诺亚长安号正式完工启用了 这个以船只航行为主题 让小朋友们仿佛乘船在大海中航行求知的意境 让长安国小的小朋友都感到很新奇 之前感觉好像就是图书馆 就是安安静静阅读 然后就是坐着一直坐着 然后现在感觉好像不但可以坐着阅读 还能一起分享 然后做一些比较可以分享的事情 很喜欢 因为有很多创意 故事物整个换成新的 所以你喜欢吗 喜欢 我们这个新色的图书馆 是在用两间闲置的教室打通原来旧有的图书馆 那这两间的意象是采用 诺亚方舟计划 所以我们叫做诺亚长安号 我们保留了台湾的原生物种 我们也希望图书馆能够保留图书的种子 让学生能够翱翔在图书的空间里面 原本平凡无奇的长安国小图书馆 变身成为一艘空海两用的小船 图书馆外墙还有许多的创意彩绘 馆内多种事宜阅读且充满想象力的环境 也营造了全新的阅读空间 我们有一些水手瞭望塔 还有镂空的高架平台 让学生可以很悠游很自在 很舒服的享受每一个图书的空间 希望小朋友能在这里 可以找一个好的角落 好的地点 让他进入图书的领域里面 目前长安国小图书馆的藏书 已经超过一万三千本 校方期许 这一艘诺亚长安号能够吸引更多 悠游书海的小水手小船长们 发挥创新图书馆的最大功能 记者李一帆细致采访报导